溜 或外焦里嫩等 然后裹上芡汁 焦溜的操作要点是 多选用质地新鲜 细嫩的动物性原料为主料 主料多加工成片 块 条等刀口形态 整支 整条 整形的原料 使用时 需用花刀刀口处理 主料一般需要调料腌制入味 焦溜按胃形 一般有三种 糖醋 甜溜 咸香 代表菜为焦溜鱼片 菊花松子鱼 菠萝 菇老肉等 滑溜 是将原料上浆后滑油 再裹上宽裕的芡汁 特点是色泽洁白 质地滑嫩 操作要点是 选用质地细嫩 新鲜 无异味的动物性原料为主料 主料加工成片状 上浆后油滑处理 上浆要均匀适度 滑油过程要灵活掌握火后 要把握芡汁的浓稠度和数量 做到明油量芡 代表菜滑溜鱼片 软溜 是将竹料经过刀工处理后 用气蒸或超煮等方法加热制熟 而后用芡汁进行溜制的烹调方法 操作要点是选用质地细嫩 滋味鲜美的动物性原料为主料 也可选用软嫩豆腐或菌类为主料 主料可加工成较厚大的片状或块状刀口 也可加工成泥绒的制品 整料形态的原料要经花刀处理 芡汁浓稠度 宽窄度要准确适打 代表菜有西湖醋鱼 软溜虾仁等